我认为就是说新疆问题 新疆棉花问题 是美国为了 不能叫中国引气亲声 我自己觉得香港 回到斯对话下一集 很多很多问题 不过斯老板再次欢迎你 是 新疆问题 究竟新疆 希望你客观地说 现在美国说是种族 就是种族大同事 是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和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们看一件事 除了表面的情况看 还要看内类的实质因素 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很多时候都打着人权的旗次去处理世界上的问题 那这些究竟是他的 真正的想法呢 还是他是为了某些政治利益去做呢 我觉得要看清楚的 就是很多时候 美国也是 对于他不喜欢的国家 他采取的手法呢 就是 就是 令到他分裂 他分裂了 那就 不能够威胁他 就是人家团结 就有力量 人家 大国分裂成很多个小国 他就容易对付 那你看一下 就是 苏联解体 解体了很多个国家 有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又什么 克斯坦 土库 曼斯坦 就是 赤神 阿美尼 数出来 都十几十个都有 那 一个国家变成很多的小国 力量当然分散 南斯拉夫 有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 塞伊维亚 有克沙马其坤 变成一些 小国之后 就变成没有力量 有些要投靠他 听他指挥 以前 就是 俄图曼帝国 都是拆散了 那 所以 你看 美国 当他觉得中国威胁他的时候 他就想把中国分裂的 就是 台湾又劝他毒 香港又搞毒 新疆又搞毒 西藏又搞毒 那你就 帮你切开一块块 就是 新疆人口密度又不高 属于中国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方 但是他一个国家 不是一个新疆叫做维吾尔族自治区 那他的面积占了中国 我相信有差不多两三成的 几个省加起来都不够他大的 那 所以如果他撤了出来 对中国影响都很大的 很多稀有资源 天然气 都在新疆那边来的 那 那究竟中国有没有种族问题呢 我自己觉得 中国处理种族问题 其实态度一直都比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 说欧洲人去到美洲 又对付印第安人 去到非洲又卖别人做奴隶 在澳洲又把土著就 当他都不是人 又把他的子女拿去给别人 发人养 不让那些文化有成全 别人离开那个 他们规限他的安子区 那些就射杀别人 其实他们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一直是充满歧视 和压迫的 中国对于其他的少数民族 譬如维吾尔族 中国基本上当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的 那么中国对少数民族呢 我觉得这个政策可以分开一般性的 和特殊性的 那一般性呢 我认为中国对少数民族 多数有优惠政策 我自己呢 也有个慈善基金 在中国西部做很多扶贫项目 有些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 那么中国对少数民族 其实是 好过对汉人 譬如他一行一鞋政策 不准生那么多的时候 汉族呢 一人只准一个家庭 两夫妇最多生一个 叫做一鞋政策 说少数民族没有一鞋限制的 生三四个 那譬如政府 政府拨资源 很多时候 都拨多些给少数民族的 你现在发觉那些人说 上学蒙着面戴面衫 都说不行 中国少数民族穿民族服装 没问题的 说自己的语言 信自己的宗教 你去新疆很多回教旨的 一看就看到是回教旨 所以他就是拜真神就没问题的 你只是食物 香港你都很少见到清真食肆 大陆很多地方都是清真食肆的 就是有没有猪肉吃的 说明是给回教徒的 就是回教徒专用的食肆 当然汉族都可以进去吃 但是他专门有些食肆是给回教的需要的 所以对少数民族是没有迫害的 有优待的而已 那这些就说一般性就是优惠政策 就不是厄逼政策 而有些什么特殊性呢 譬如新疆 我相信外国指控那些又说有勞改犯等等 我相信中国是有处理一些搞恐怖活动的人 新疆的新疆早几年 试过有一些人去在城市那里折击汉人 这些呢 就是搞新疆独立 搞恐怖分子呢 中国政府是很严厉处理的 因为你不处理好一些问题 社会不安宁 也都对 就是国家对那个少数民族都没有好处的 很多外国是煽动你分裂 独立了 独立了出来 他不理你了 有得你死了 那你看 就是 伊拉克 做低了 撒旦姆 说伊拉克 就是什叶派和迅尼派有斗争 富裔得族 那些人有斗争 那最后搞到一塌糊涂 你看 利比亚说 利比亚美国没有出手那时候 英国法国都去炸的 就是说卡达菲 违反人权 军事独裁 但做低了之后 做低了卡达菲 说利比亚比以前还乱 很多人被迫要走难 偷渡地中海过去意大利 法国 希腊那边 那 造成的人道灾难更大 是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中国有中国自己处理恐怖 刺激事件 民族分裂问题 它有它的手法 那应该就不是说新疆那些棉花 下半强强迫劳动 新疆的棉花 现在很多都机械化种植 你说会不会有些 香港监狱都有叫监犯做事 那些算不算强迫劳动 中国相信劳动是可以令到人 改变它的想法 劳动也都自食其力 我在香港也帮过一些宗教团体搞戒毒的 他都叫一些参加戒毒的人要去劳动的 所以我相信这些指控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而是某一些个别特殊处理的问题 那些是处理恐怖分子的问题 就不是处理一般维吾尔族人的问题 美国处理恐怖分子 既有关塔纳摩基地 他又怎么还未审抓了人 不止抓美国人 抓加拿大人 抓英国人 抓法国人 什么人都被他抓 怎么抓回来 他都不告诉你 所以你不可以把一些特殊的情况以偏概存 我认为就是说新疆问题 新疆的棉花问题 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来的问题 多于新疆真的出现种族清洗 新疆维吾尔族人这几年人口增长 我想比其他少数民族更快 比汉人 如果是清洗了应该人就越来越少 美国的印第安人 欧洲人来了之后真的越来越少 虽然有些不是杀 有些是病的 但是也被人杀了不少 那我自己觉得 这些是一个拿来做藉口去分裂其他国家 削弱其他国家的手段 多于是真正出现种族清洗 强迫劳动这些问题 这个不是主体的 明白 施老板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反击 或者可以做些什么 原本我相信中国政府是不想把问题搞得太僵硬 但是现在他知道美国是不会放过他 中国和美国有没有能和好如初呢 没有的了 就是有些朋友说 中国应该韬光养晦 不要这么快冒头出来 其实美国一早就看到中国在这儿崛起了 如果不是911事件 把他的助力又回到中东 我相信小布殊年代已经是会对付中国了 除非中国肯放弃民族复兴的梦想 你以后不挖起了我就放你一马 要不就是中国放弃挖起 要不就是美国恢复以前这样的增长能力 说美国如果是增长得快 他比中国好多 他眼尾都不挖他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在美国现在厉害不起来 美国的体制已经相对老化 失去了治愈能力 很多国家里面的老大难问题 比如一比九十九的问题 种族问题 金融二化问题 债务问题 搞来搞去都搞不定 哪个总统上台都搞不定 拖着他后腿 每年经济增长只有2% 中国就5-6% 那就不到他不出轨道 就是如果是电的话 就黄道也会赢你 那现在他就不电了 要出轨道 那他必然是玩到你尽 就是他不会抑你的 就是没有新疆问题 没有香港问题 他都要制约华为的 他制约华为初期 我印象中5-6年前 已经是制约华为的了 他不是因为华为 孟晚舟卖了一些东西给伊朗 而是华为比他更多 所以中国看到的情况 美国都不会卸他 怎么都不会卸他 这样就没有理由 都还是引气吞声的 就是譬如在棉花问题上 大部分中国的棉花 都是机械化收割 机械化宗籍 就是新疆的种族清洗 你根本是污蔑指虚污有 你也有得人 污蔑你也不出声 所以中国现在是据你力争的 那你制裁我 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在就不能叫中国引气吞声的了 还有现在已经是捂烂了面 就是如果我维持的两个的良好关系 你是和我合作的 就说你不是 你一样是弄我 譬如未有新疆问题 未这么严重支持 他已经限制华为 已经逼TikTok要卖 又说中兴又停他芯片供应 小米都说他有军事背景 说你不会因为我在这里让你低声下气 你就放我 你全方位 美国很多内部文件说得很清楚 就是要和中国设国 就是要和中国设国 什么东西都不让中国 在和美国交往中获得利益 那你要和我设国 各样都和我作对 又约我去谈 和我谈之前 就周游列国去督我 去拆我 那 就没有免费的了 现在 所以我自己觉得 香港人 都没有办法的 香港人我知道的 很多人都不是很想中美搞到这么僵 这个对香港人来说 觉得搞到这么僵 香港就做磨身 香港将来就发展受限 那 想 中美不争 和好如初 共同合作 是一个主观意愿 但是这个主观意愿 和客观的形势 是不能改变的了 就是很难要他们不冲突的 就是 美国 欧洲人初初去到美国 有没有跟印第安人不冲突 你霸了别人的家园 你要别人对你好 你又不是说去到 真正改官 你投剃这个家园属于哪个 你是 促动武力 趕别人走 所以 在这样的形势下 和红番冲突 是没有可能避免的事 因为 现在 美国要 中国不成长 不崛起 那中国 已经 这么多年来 都屈就了 现在有条件发展 中国当然不会放弃 所以中美的冲突 是无可避免的了 就是新疆之一 一个环节 明白 好 多谢赛斯老板